时光世界齐平天下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 也关注未来一年 欢迎大家收看时评大财经 基辛格曾经警告说 美国千万不要做一个不明智的选择 那就是同时与中俄为敌 但是如今的拜登政府 却公然同时对抗中俄两国 美国可以吗 2月24号开始的乌克兰危机 如何加速了全球变局 又如何催化全球乱局 那么面对美国的压力 中国外交的突破口到底在哪里 而新的一年 从三年大疫当中走出来的中国经济 又该如何拥抱世界呢 我们先去节目的第一部分 欢迎回来 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要从美国战略家 基辛格的一句警告的话开始了解 因为他在今年7月份 接受德国媒体专访时 他又警告说 美国同时与中国和俄罗斯为敌 是非常不明智的 但是朱先生我们也看到 现在的拜登政府 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 是出台了新国家安全战略 和国防安全战略 当中就把中俄 视为共同的敌人 那么同时对抗两大运和国家 朱先生您认为美国有能力吗 对这个就得涉及到基辛格 他首先是一个理论家 后边呢他又是一个实践家 然后呢他提出了这些警告 现在呢这个拜登政府 是完全把他这种警告给推翻了 就是在新的国家安全战略 这个报告当中 包括他以前的一系列相关的报告 就是同时呢要遏制中国和俄罗斯 我们先看基辛格他以前做博士论文 他研究的就是欧洲大陆那一边的战略均衡 然后这个战略均衡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 如何互动 然后呢不同的国家在里边 他如何去演变 他在1960年代以后到1970年代 这个期间就逐步从这个研究 转向了实物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在尼克松时期 是他亲手推动了当时的苏美和中这三国关系的重新的变化 那非常明显的就是尼克松 首先是基辛格先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然后尼克松呢就和中美之间建立了一个关系 然后呢共同来对抗苏联 所以呢他应该是非常清楚 就算苏联解体了 那么俄罗斯是越来越弱 但是呢俄罗斯在全球的影响还是在的 还是有这么 其他比如说像雍和 还有呢其他的一些原来的这种历史的传统和沉淀 还有呢在新的这个国际关系演变当中 他还是有分量的 所以他也是警告从 因为他是个美国人 然后呢他也是从美国的政策和美国的战略利益出发的 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 所以他也是警告拜登政府呢是不要这么做 但是我们现在拜登政府看 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呢是没有听他的建议 而且呢拜登政府觉得自己现在能力很强 可以呢一边是拳打一边是脚踢 而且呢他还有这个短期他是要重点遏制 俄罗斯中长期是要遏制中国 所以他一设定就把中国设定为未来十年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而且呢很多措施已经开始到位 所以咱们现在是叫做新冠三年大疫 其实我们重新走出国门的时候会发现 至少在太平洋的另外一边这个战略环境 对我们呢已经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那其实朱先生我们提到了中美俄三国 我们就要来聊聊美国对于中俄的一些策略啊 因为我们要提到一个关键节点 就是从2022年的2月24号的俄乌战争开始以来 其实对于世界的局势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那么其中呢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地缘政治上 都是产生了巨变啊 所以中美俄三国这个三角关系 它的这个关系是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 所以呢美国对于中俄的这种变和不变究竟都在哪里呢 对这个变和不变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看到所谓的变就是他明确说 他以前可能是悄悄地做 他不会明确说 现在就是明确说 我是天下第一 我就是把你们俩给这样这样 但是呢在具体对付俄罗斯和对付中国的时候 他又是有不同的策略的 我总结一下对付俄罗斯呢是把它框住在里边 那对付中国呢因为现在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是要把这个东西放大 他组建各种联盟来对付中国 所以我们先看他如何要把俄罗斯的能力 或者说他的以后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这种态势给他围困起来 他就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就是在军事上 他是局限在乌克兰的战场 不让他外溢出来 所以他是动员了这个北约的这些国家 包括其他一些原来所谓中立的国家 把他们的武器呢都送到乌克兰来 主要就是现在这815公里的这个接触线 然后呢这里面有乌克兰的士兵 也有一些周边国家的一些所谓的雇佣军 比如说波兰的雇佣军 还有这个北约的一些国家的雇佣军 但是我们也知道他可能打着雇佣军的旗号 他可能是一些情报人员 一些特种的作战部队 一些其他的这种人员也在里边 他在军事战场上 就是把这个军事战场的东西给他 就局限在这个地方 不要外溢出来 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其实看到 发生一些偶然的事故 比如说在波兰的边境 突然来了两枚导弹 那个乌克兰就说是俄罗斯干的 美国马上就说不是 使你们的导弹打偏了 打到那个位置去了 后来发现还真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就有的 有些人就想把这个东西给扩大 但是美国就是把它给搜 军事上是这么一个搜法 搜的时候呢 就是消耗俄罗斯的 权限的士兵的 这个生命 让他们扶桑也好 对吧 然后呢另外呢 就是军备上也好 消耗俄罗斯 同时呢 消耗俄罗斯后方的 这个军事的生产能力 因为都往这边来嘛 而在这个经济上 就是也是要把 经济的打击 就是要把俄罗斯困在自己那一块 比如说欧盟 他切断从俄罗斯来的石油天然气 然后呢其他的东西要卖 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 在这个经济级里面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块 就是把俄罗斯给封锁起来 所以呢 他就是在中亚地区 要去撬动俄罗斯的后院 比如说 我想无论是德国也好 日本也好 他们都去说要跟 中亚地区发展什么能源啊 长期的战略协定 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当然在俄罗斯周围 原来传统的一些国家 现在看来已经松动了 比如说亚美利亚 乌兹别克斯坦 就已经开始松动了 这个他这个还在努力的合围 当然他也知道 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很好 所以他也在努力压迫中国 和俄罗斯的经济怎么在 他听着盯着你 还有呢 印度那一边 还包括伊朗那一边 他都盯着 他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和普京的打法 是完全相反的 普京呢 是希望通过这个战争 通过对俄罗斯的经济封锁 把这个经济上的事情给放大 比如说造成全球的能源危机 造成全球的粮食危机 造成全球的金融市场的动荡 其实我们看到 从开战以后 一直到六月份 确实是全球的金融市场 是有动荡的 因为本身呢 在西方这边就有一个通胀 它不断的升高 这个通胀 它有各种因素构成 那么这个乌克兰的危机一来 就火上一家 然后那个能源价格就上了 从80美元一桶 上到130美元一桶 这个天然气也缺 所以那个天然气价格 到了欧洲夏天 特别是八九月份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天价 相当于原来的十倍 欧洲的电力价格 也涨得非常的离谱 全球的这个通胀就上来了 粮食也是一度出现这个问题 在三四月份的时候 还有所谓后来涉及到化肥供应啊 等等啊 还有当然这个其他的一系列 但是呢 美国应该说 处理的还是比较的巧妙 就当然它自己也付出一个代价 就是这不停的 大幅度的这个提高利率 所以我们说2月24号到12月24号 整整打了300天以后 那基本上就是从遏制俄罗斯 这个角度来看 美国是逐渐达成自己的战略预期 就是把军事的遏制在乌克兰的前线 然后呢 经济就把俄罗斯给框住 然后呢 把他这个外溢效应慢慢的给他往回缩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 粮食现在基本上是趋稳的 全球粮食价格 然后呢 这个能源价格 石油已经回到占前的水平 当然欧洲的天然气还是很高 欧洲人愿意付 他没有办法 他不要俄罗斯那管道便宜的 他一定要那个进口的液化的 所以现在也有预计说 未来就算这个战争平复了 因为欧洲不要俄罗斯天然气 所以他最终的天然气的成本 是美国的两到三倍 这样就会造成很多欧洲的企业 比如说汽车啊 什么化工 他会搬到美国那边去 这个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但是我们说就算这么遏制的话 俄罗斯呢 也不是说任人宰割的 俄罗斯他也做好了 长期和西方斗争的准备 只要2月24号迈出去这一步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就得重估俄罗斯 他的整个经济体系 可能在金融是比较弱的 国际联系是比较弱的 那今天不让我干 那我就不干了 什么Swift啊 什么这个俄罗斯的卢布 等等 那我就保障我国内的经济结构 是稳定的 我的人民的生活 还是不受影响的 所以你把这个军事的东西 局限在那个地方 俄罗斯也是可以承受的 所以其实现在看到 美国 俄罗斯 还有乌克兰都做好了 明年继续打的准备 也是继续进行经济的遏制 和反遏制的这个准备 所以美国在民主党控制的 众议院他最后这个会期的几天 又批出了明年给乌克兰的 450亿美元的援助 当然普京这边在圣诞节前后 也做了很多讲话 无论是军工的生产 还是整个经济体系等等 也做了相应的部署 这样说就是我们说到了 全球的乱局和变局 都在这个火药桶上 再继续往前推进 的确如此 那朱先生刚才一番介绍 我们了解到了 美国是如何对付俄罗斯的 那么美国对于中国的策略 又究竟是什么呢 精彩分析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聊到了美国利用乌克兰 以代理战争的方式 来消耗俄罗斯的国力 那么美国对付中国的策略和战略 又是什么呢 朱先生 他这个呢就是正好相反 他首先呢是要渲染中国的威胁 把这个威胁放大 告诉他的所谓盟友们 还告诉其他的一些国家 说这个中国呢 是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然后呢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 又怎么怎么样了 又渲染这个台海的危机 总之呢他要做的呢 就是说这个中国 非常非常的厉害 所以你看那个比如说加拿大 就出台一个说 中国是日益具破坏性的 全球性的力量 那个英国那边 就说中英的黄金时代 已经结束了 那么我们要应对来自中国的战略挑战 本来呢他们还是希望有 所以日本要把中国呢 从这个战略挑战 变成战略威胁 但是呢日本想半天还是只是说战略挑战算了 就不是说这个战略威胁 但是呢他又把它放大为 无论是英国还是日本 就是说是前所未有的 这样呢就美国他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布局 而且我们看到不但是在这个大的框架上来这么定 他也做很多实际的事情 无论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 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还是军事 所以我们看到在他自己的核心圈里边 当然就是所谓原来的五眼联盟 但五眼联盟有的国家他也知道 像澳大利亚他换了工党的政府之后 就是和以前莫里森政府就不一样 澳大利亚很清楚 至少在未来一个可预见的时期以内 澳大利亚的经济他就主要出口是中国 所以他就开始出现和中国的缓和 所以呢这些国家他也是和美国呢 他是有时候听他的 有时候有自己的算盘 那么另外呢 在五眼联盟以外就是G7 那接着呢就是还要搞一个叫印太的战略 印太的框架 以前我们都是亚太嘛 现在为什么变成印太呢 就是美国发现中国这个个太大了 无论是人数还是他的经济规模 还是他的经济动能 还是他和全世界的这种经济联系 包括和美国自己的这个联系 单靠美国自己搞不定 单靠西方国家也未必能够遏制得住 所以一定要拉一个大个 就人口很多的印度 所以印太其实核心是把印度拉进了 来进行一个遏制 所以呢借助这个印太这个局势 欧洲一些国家 东不东也提印太战略 把他们的军舰派过来走一圈 因为欧洲很多国家 其实在太平 在印度洋上还是有很多岛 是属于他们原来这个势力范围的 接着呢就是在这个更大一个范围 就是从五月份开始就拉着向东南亚的国家 到美国来一个峰会 然后呢六月份又把拉低美洲的国家 美洲峰会在那边又办了一遍 接着前不久呢就把非洲四十九个国家 又来办了一遍 所以他们做那么多的最终的目的 你会发现呢 他有时候直接谈中国 有时候就避开谈 但是所有去的人都知道 美国是把这个东西瞄准了中国 但是呢美国他这么做 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 也就是说他的漏洞在什么地方 就是美国现在呢不是以前的美国 现在的美国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 到现在呢这个拜登叫做美国工人优先 他第一他不肯开放市场 第二他不肯拿钱 所以来了很多人啊 比如说四十九个这个非洲国家来 开始拜登一张嘴说 我们要给你三千五百亿美元的投资 说完之后呢白宫又更正 说那个不是billion是million 就变成了就变成就变成 就变成就变成就变成就很小很小了 对吧就那个单位就变了 所以其实大家也很清楚 美国要这么办 大家又来了 来的时候呢大家就是说一套 但是呢回去这个现实的世界 其实已经变了 不过这么一听啊 美国真的是使出浑身血说 你看一边又在这个拉帮结派 然后另一边呢又在四处渲染 所谓中国威胁论这样的舆论 所以面对美国这样的遏制 中国又该如何破解呢 对其实中国的破解之道 就是我们自己的经济规模 非常的强大 就非常大 而且呢我们的经济 现在是越来越强大 而且我们的动能很好 所以他刚才说他不能开放市场 也不愿意拿出太多的钱来投资 因为他现在是不但是自己要强化美国的基建 还要把欧洲的一些企业给挖过去 同时呢他是系统的形成这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市场 就是美墨加这个体系 无论是新能源车还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这么做大家也看明白了 所以你会不对我们开放 所以从中国的情况来看 我们肯定也是分头了破解 比如说中美关系 那么可能首先呢 就是针对美国的一些打法 我们要知道他的战略目的是什么 他的战术手段是什么 那当然就是说可能未来还是先稳定中美关系 让他不恶化下去 所以美国其实也明白 他反反复复说 我们不想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等等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巴黎岛两国元首会晤之后 就是已经有一些稳定的这个迹象 但是呢这种斗争和交锋还是要往前同步推进的 有的这种合作是通过斗争才能够赢得 那么另外就是在美国特别侧重的 像这个G7也好 像这个五野联盟也好 就是我们其实发现呢 欧洲这些国家 欧盟现在很难办 因为欧盟他有的人非常亲美 但是欧洲一些大国他还是有战略自主性的 而且欧洲也看到了 通过乌克兰战争引发的 欧洲内部的这个能源危机 是造成了欧洲的很多大的工业企业搬到美国去 他被人挖墙角 所以欧洲现在他也是要借中国来台自己和美国谈判的身家 说我要跟中国 而且欧洲很多国家很多产业它最大的市场是中国 而不是美国 比如说德国的汽车就很明显的 虽然在过去十个月美国那边因为通胀各种原因 德国往那边出口的汽车增加很多 但是你看那么多年的经营 特别是在我们这边的经营 因为中国的汽车市场是比后边的美国 德国和日本加起来还要多 所以日本他也有这些盘算 就是说在这方面我们其实也要做好和这些中等强国的这种关系 当然就是对中国未来这几年很重要的一块 就是我们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我们和一带一路国家的关系到底怎么办 这里边就出现了现在西方很流行的 说美国是要动员这个叫global west 就是整个西方势力全世界的 那中国怎么对抗呢 中国是动员global south 就是南方的世界就南南合作 我们说以前的时候说南南合作 咱们觉得不现实 但是现在恐怕就越来越现实 为什么越来现实 就是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国家 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 已经不是美国了 而且它出口到我们这来的 不是我们简单加工之后再往美国 或者其他的发达国家输送 大量的商品是我们消耗掉的 比如说我们最大的伙伴和东盟 你看得很清楚 我们和东盟之间发生的贸易关系 已经大于我们和东盟发生的这种 加工的再转到美国去的那个贸易 现在已经变化了 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这个相互关系 大于那个关系了 那么我们和非洲 你也看到 非洲和中国的贸易远远大于 非洲和美国的贸易 然后呢我们和中东就更加不用说了 就是为什么前不久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举行的峰会 中国和海湾的阿拉伯国家 也就是海河会举行的峰会 在全世界如此受瞩目 当然在这些贸易之外 这是十五的经济交流 我们也在那边帮助他们 从事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所以美国它召开这个非洲的峰会 它搞来搞去 发现它做不了 中国能够那边架桥修路啊 修水坝都能做 当然可能下一步就是自然的 就是人民币来进行结算 那您认为中俄未来的关系走向 又是怎样的一个方向呢 对中俄这个关系呢 其实现在很多人 有很多看法 咱们都尊重这些看法 但是我们要从 中美俄大三角的关系来看 可能你就会发现慢慢的 俄罗斯首先的承认它 它还是有 人口还是不少的 对吧 一亿四千万到一亿五千万的这个人口 那么另外呢 它的战略众生还是非常长的 那另外它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 它是一个能源非常丰富的国家 那么经过这个2月24号以后 这个俄罗斯它的主要市场 肯定是锁定中国 所以我们不能够从当前 这几个月的变化来看 对于中俄的关系 我们一定要放得更长远 中期 长期 乃至更长期 我们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而且呢 这个维度要更高 不能够说 美国就是把它给遏制住了 它就不行了 其实也不是的 往往是在 大家认为俄罗斯已经到底最差的时候 它突然就反过来 对啊 无论是这个19世纪还是在一战 二战的时候 它情况都是有这种变化 所以呢 这个世界这个三角的这种均衡 就是为什么咱们节目一开头 就要从基辛格这句话来说起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研究 这个战略均衡的战略大师 所以对于中俄关系 为什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还是要把它放得更长远一些 明白 所以呢 面对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未来又该如何布局呢 稍后请继续收看评说新语 欢迎回来 刚才我们聊到了中美俄的三角关系 当中的当务之急就是中美关系了 所以新的一年 朱先生 您以为中国又该如何去破解呢 对 这个中美关系是回避不开的 因为它确实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对中美双方都是如此 所以这里边就首先涉及到美国特别强调 要塑造战略态势 像刚才怎么说那么多 就是塑造战略态势 它塑造的时候你也得反塑造 所以我们马上就是三年的霸易之后 重新走向世界 那么我们其实看到在这个领域 双方已经开始在塑造了 就是描像可能是春节以后 夏天的时候 比如说在这个发展中国家 因为他也知道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 这个男的合作的分量很重 他开始就是说了 那个有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出债务危机 他开始就是说 这是中国那些投资带来的 那些基建怎么就没有用 但是我们也得反过来看 这些基建怎么样长期的服务好了 当地的经济促进了这个社会的发展 比如说在非洲那边 为什么美国召开这个美非的峰会反应不强 就是非洲国家很清楚 美国人在那边架桥修夺 他做不到了 他只能搞军事 搞军事基地可以 收拾水可以 但连他干点这个正经的事 他基本上他做不到 而中国是在那边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现在大家最看重的 像这个把数字鸿沟给他拉进的问题 所以这个战略态势还得继续的塑造 但这个就涉及到 我们怎么和全世界其他国家 进行经济合作 进行这个人文的交流等等 对中国自己来说 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就是把经济搞好 特别是国内经济搞好 这里边就出现我们说叫做 国内大循环 如何在明年 把它进一步的给他 给转动起来 给拉动起来 特别是用国内的需求 能够引领我们整个发展 但把国内大循环做好了 我们用14亿人口的这个消费 我们和外界的这个联系 也就顺利的进入这个叫国际循环 就是以国内大循环来带动 和拉动国际循环 通过一个更开放的国际循环 来帮助这个国内的大循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11月份以后 像有的地方 他们就已经派出了这个金帽的代表团 到海外去抢订单 去开拓渠道 这几边有政府组织的 也有商会组织的 也有这个企业 自己自发的 但是说到最后 因为中国这个改革开放以来那么多年 我们其实就是一个道理 经济搞上去了 那么我们在全球战略大博弈当中 就能够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是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下一期再会 再会